抛球、背接、双膝夹球 这是一场花式足球与花式篮球结合的街头表演 LAD论文小组的唐新磊和黄崇明卖力演出 时不时还会和观众来个小互动 LAD论文小组是个由花式足球成员唐新磊 花式篮球成员黄崇明、曾日豪共同组成的表演团体 这个团队的名字看似古怪 其实藏着三人一起度过的时光 还有他们的初衷 那个时候 我的那个partner小豪 他就是他那时候念中央研究所在写论文 那他刚好也是写关于资讯的 那我刚好本身就是资讯方面的 所以那他大概可能会问我一些问题 这一段大概是这样 两年前 然后两年前完之后换他 他是下一个 下一个要论文的 所以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好真的是 三个人一起讨论 读一读论文我们就要去排练 排练完 那晚上再去写论文 那我们原来的隶属的团队叫做LAD 多元艺术团队 那你们说 啊你们家论文小组好啦 就是 也给别人比较有印象 那 也是就是纪念那一段时光的日子 那 我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些意义的 可能就是一般人的印象是玩滑石运动 我们就是有可能我不知道也会说都去抽烟喝酒啊 那我们其实LAD对我们就是玩滑石运动一个很健康的 但是我们除了很认真练球 我们其实也很认真在读书 对自己的生活对这些工作都是很认真负责的一个就是会尽好自己的本身做这些事情 其实在台湾 花式运动的处境有些尴尬 这是个新运动新文化 所以练习成品 比赛装程 专业证照等等的规则都还没正式定下 目前台湾对花式运动充满热情的爱好者们初步建立了一个组织 名为台湾花式运动协会 积极推动花式运动的基层教育和证照考试等活动 希望能以花式运动增进民众的身心健康 在2019年成功考取街头艺人证照后 LAD论文小组的成员们开始在街头表演 平时都是上班族的他们 利用琐碎的时间 兼顾工作 家庭和兴趣 不断练习表演技巧 学习和观众互动的方法 在花式足球和花式篮球的表演道路上前进